你千万别跟他们说 不然不就露馅了吗 可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当时爸妈为了阻止我们结婚 差点跟我断绝关系 现在我告诉他们 我千挑万选的老公 出轨了跟我离婚了 我现在过得特别惨 他们怎么想 这不就是当他们面 对我前半生的否定吗 许许 对 我不想离婚的 为了都督 我们复婚吧 复婚 然后你就过这家中红旗布导 外面采气飘飘的生活吗 我不想配合你的表演 我就是再瞎 我也不想瞎一辈子 吃早餐 怎么了 怎么了 ¿Q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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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造型不错 帅 同志们 怎么样啊 帅不帅啊 帅 帅 帅 太帅了 帅 帅 谢谢大家 我以为 大家都会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你本来就是个怪胎 没人介意你更怪的 友情提醒 千万别看热搜 我去 靠 淡不良老男重新建一个号 从头到再来 大家工作吧 工作吧 工作吧 玉美雷美妆 现在大家怎么想的 程总之前说要改名做副牌 我觉得有点可惜 毕竟是个老牌子 文明度高 但是一个老牌子 要如何跟美妆线结合 这个确实有点难 大家都说说吧 我可以说一下吗 不可以 为什么不行 我也是策划组成员 那你可以问大家的意见 林总监 你说呢 这又不是什么一言堂 当然可以讲了 我们老板刚才还说 自己智商掉线呢 咱们得群策群力 说吧 玄玄 我看过麦克的直播 就是麦克封麦之后的 第一次直播 当时是给玉美玲做推销 问起大家对玉美玲的印象 大家说的都是妈妈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大众的记忆吧 那说起玉美玲呢 大家会想到 那个时代的妈妈们 她们没有大牌的护肤品 所以玉美玲成为了 每家每户妈妈的必备用品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记忆吧 如果说做玉美玲彩妆 把这个大符号延续下去 那我觉得那个时代 妈妈们用玉美玲护肤 那现在呢 妈妈们用玉美玲彩妆追求美丽 应该能形成一波自然推销 可并不是每个人 对妈妈的印象都是好的吧 我们追寻的是大众记忆 并不涉及那些小众的特殊人群 我觉得这个方向挺好的 别动我先不走 走过来 不是来找我的吗 躲着干吗呀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您的时间 这是我之前做的市场禁调 可能不是很全面 您就当做资料涉及就好了 下次做之前 找策划拿一下模板 要上会的资料形式感很重要 所以说 我的方案可以正式上会了吗 我的方案可以正式上会了吗 我上午开会的时候 不是就说OK了吗 你是理解能力有问题吗 你是理解能力有问题吗 我还以为 您对我不满意呢 这是工作 我不会像成立那么无聊的 自信点 离了婚出来工作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离婚 还带着孩子 我也是 今天加班 你们手上的工作 我今天必须看到结果 令熙熙 你去给我点餐 我要是承担那家烧鹅 不送外卖那个 我不吃外卖了 我跟客户吃饭去 不送外卖 你怎么这么多 你怎么死 不送外卖 你不要关紧 你不行 不管怎么不送外卖 我说可以 你我不想要你 他承担你 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 我怎么回事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